你好,我是褶褶王子 我们来做一款手工小盆栽 首先把一个纸杯上面的一圈剪下来做提手 然后纸杯剪掉一小段 下面剩下一部分 把这个部分这样粘到这个上面 形成提手 然后拿出两张纸 两边对折 把它剪一下 上面流出一小段 然后展开 放到这一面 这里涂掉胶水把它粘到一起 再次涂掉胶水 把它卷起来粘到一起 另一张纸也折成这个样子继续往里缠 把这个摆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我们折一些小花 这个纸大小自己掌握 剪出一些条纹 同样子 同样的展开 涂掉胶水 粘到一起 再涂掉胶水把它粘起来 把这些小花穿插进去 这样一款小盆栽就完成了